今天我们来抓的主要就是我们当地的土麻鸭 这是我抓过所有鸭子里头地形最复杂的 鸭子在这里面放一样的话 它那个肉质要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绿脑袋的鸭 那个绿脑袋的它的肉质是最好的 这种三羊两年以上 体圆 头大 神采奕奕的绿头鸭 凭借出众的颜值 肉质与营养 在鸭群中可谓是左右护法 前呼后拥的最强团宠 我们抓那个最漂亮的嘛 这能飞呀 到往那鸭子跑了 悄悄的 我们俩悄悄的 它们几个也在悄悄地观察着我们 小心点 小心点 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脚底下 它们警觉性好高 那边水比较深 小心点 鸭 鸭拔不出来了 机智鸭群诱碟深入后 巧妙借助主场地理优势 优质打击 绿头鸭追击站再度摆背 穿江水暖鸭限制 你有多深鞋限制 出来了吗 没办法 这个鞋出不来了 特别难拔 拔不出来了 你看吧 鞋我也不要了 小心一点 追击小分队越挫越勇 重整旗鼓 光脚的 穿鞋的 到底谁会笑到最后 我在这边拦着它 我在那边包抄 悄悄地靠近 我都不敢走 有点烫 我怎么有点烫 快扣住 快扣住 终于抓到它了 就需要这种鸭子去吧 必须要喂养 两年以上的 公的 公鸭的肉比较紧直 而且比较香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 因为它这个鸭毛 一定是比较老的了 没有那种绒毛之类的 差不多有二三十公分 最长的羽毛 而且展开了之后像扇子 好像它的鸭掌 很厚 感觉 硬硬的 做出来的柳江老味道 一定也特别好